那么我们今天是要接着上个月的主日信息 我们叫出埃及记族曲 那么上个月我们分享的是出埃及记族曲里的是进出埃及 我们也提到为什么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埃及 当然那是因为神的选民希望是都能够有神的血统 其实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 亚伯拉罕其实那时候就已经他的后代都已经混血了 所以才会有所谓现在中东这么混乱的局面出来 其实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 那么所以到了雅各的时代 那么神早就跟亚伯拉罕讲 190年以后你的后裔要进到埃及 进到戈山地 在那边430年让他们的血统能够进化 进化以后再带他们出埃及 那么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 原来亚伯拉罕他本来就已经是在所谓的加兰地 再带他们离开加兰地到埃及 430年以后就带他们回来 何必要多次一举 但事实上是神要让他的选民 尤其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 有一个所谓真正属于神所拣选的血统 所以犹太人不跟外邦通婚是在他那个年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到了猎王纪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所罗门他的后代几乎都是混血 我们在看到主耶稣的族谱里面 他家谱里面其实都是混血的 那么这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了福音要传给外邦人 不再是在传给犹太人 我们回过台要分享到 今天我们讲的分享的第二段 叫做旷野迷航 那么上一次分享到 神带他们出了埃及 过了红海 离开了埃及这个世界 离开了撒旦所掌握的世界 神让他们过红海跟原来的世界 要划清界限 那么那为什么要 这个进旷野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节 出埃及记的主曲 这是我们上个月所放的 第一个是进出埃及 第二是旷野迷航 我们今天谈的是旷野迷航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三个主曲 其实是记载的一个长达 一千年的历史事件的记载 那么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却是一部神对人类 永远的拯救计划 那么我们今天还是一样 我们分别从两个角度 来分享这段信息 我们称之为旷野迷航 我来读给各位听 出埃及记十三章 十七节到十八节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 菲利斯帝的道路虽近 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神说 恐怕百姓遇见打仗 后悔 我们再看民数记的十四章 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还有三十四节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与旷野 所行的神迹 仍然试探我这十次 不听我的话 他们断不得看见我 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 应许之地 凡藐视我的 一个也不得看见 唯我的仆人迦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智 专一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 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 一年顶一日 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 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我们读这三段经节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神讲这些话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好像是一幕悲剧的主曲一样 当初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怕他们经过战争 那么所以绕了一个大圈 但是呢 神所帮他们做的神迹 以色列人好像不领情 而且还试探了神十次 所以为什么他们在旷野迷航了 迷航了四十年 因为他们去窥探加兰地的时候呢 他们心虚了 他们害怕了 因为加兰地那边人长得非常的高大 所以他们窥探了地四十天 神说一天抵御一日 所以你们要在旷野 迷航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这才是一个重点 神为什么带他们要绕这么远的路 我们在上个月的分享也提到这个 这是一部旷世经典剧作 那么但是我们从更深的属灵角度来看 为什么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 99.99%包括领航员摩西 最后都没有进加兰地 就两个 我们刚刚读过一个加勒 另外一个就是约苏亚 他们做了什么 上帝把他们带出埃及 却让他们买股旷野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太多的人决志了 最后并没有受洗 太多的人决志了 最后没有进到永远的迦南地 为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我们看上面这个图 这么这么多人住在帐篷里面 我相信大家都有露营的经验 去露营一天两天 觉得还蛮新鲜的 如果让你住一个月两个月 一年甚至两年 你的感想是什么 露营那个地方的地 不是很好睡啊 是不是 有了那个地 这个你睡起来是腰痠被痛的 当然现在有的时候露营 已经跟旅馆一样了 对不对 变成是露营旅馆化 露营酒店化 还有五星级的帐篷 那跟酒店完全一样 就已经失去了露营的那种氛围 跟那种意义 我们看上面这张图 这个露营帐篷 他们不是住一天两天 他们这样的漂流 这样的迷航就是四十年 弟兄姐妹 这些人最后都没有进迦南地 他们埋谷了这个地方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们从蓝塞说起 我们先看右边这张图 右边这张图里面有个箭头 就从蓝塞一直到菲利斯 这条路最近 我们待会后面还会再分享 蓝塞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七节 这么记载 以色列人从蓝塞起行 往苏格去 就是从蓝塞从上头往下走 到苏格 民书记的三十三章的第五节 以色列人从蓝塞起行 安营在苏格 到了苏格以后 再往南走 然后过了那个红海 蓝塞到底是什么地方 川尔静四十七章的十一节 这样记载 约瑟尊 这法老的命 把埃及国最好的地 就是蓝塞境内的地 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 作为产业 这块地就是我们俗称的戈山地 戈山地是一个 就像我们说台北市 新北市一样 蓝塞是台北市里面的一个城池 我们看右下角 这边这个图 蓝塞城 那么蓝塞的记载是怎么样呢 当时是埃及境内最丰富的 最富裕的地区 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下游 水潮非常丰富 那么这曾经是很有名的 这个法老王 叫法老蓝塞二世 我们称之为拉米西斯二世 那么他死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说他的官九 现在是停在大英博物馆 被他们挖起来 送那边去了 那么我去看了好几次 他现在其实是停在那边的 那么拉米西斯二世的时候呢 他命令以色列人来帮他在那边建立一座皇宫 那么称之为蓝塞宫 是不是蓝塞因为那个时候而得名 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一章十一节 于是埃及人派都公辖制他们 加重 加重但苦害他们 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祸城 就是比东和蓝塞 什么激过城呢 就是里面放了很多的物资 有点类似货仓一样 很大的仓物 其实是个城 里面放了所有的物资 就是比东和蓝塞 两个城 这从蓝塞说起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们就住在歌山 整个歌山 我们看右边这个图 整个歌山是非常大的 一块地 然后歌山里面有个城 叫蓝塞 他们从蓝塞出发 往南行 离开蓝塞以后 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往东 我们看中央往东 沿着地中海 它不需要过海 就沿着地中海 岸边走 可以一直走到非力士的 这其实就是说 从北非 埃及式的北非 北非跟中东 在最北的地方 有一条路路是可以走的 第二条路是往南走 经过苏歌 你看南塞在这边 经过苏歌 移躺往南 那么过红海 其实所谓的红海 我这边顺便说明一下 一般讲的红海 其实是一个大湖泊 不是真正的红海 它是一个很大的湖泊 我们称之为芦苇海 但是一般俗称为过红海 其实我们看这个图示在这边 一个小的 非常非常大 大的可以称之为海一样 所以南塞起行有两条路 一条路往东 最近呢 这个距离多远呢 从歌山 从南塞 开始走路路路 要走三个月 就可以到中东 的迦南地 但是他们却往南 走了四十年 我们看这个图 往南这样子一直绕 绕了四十年 也就是他说他们四十年 都是在帐篷里面过的 也可以说他们过了四十年的怎么样 四十年的露营的生活 三天可以 四天可以 四十年 我相信没有人想要过露营的生活 为何舍尽求远 除了极记的十三章 十七节到十八节 我们刚刚读过 法老荣百姓去的时候 非利是地的道路虽近 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 打仗后悔 要跟谁打仗 这里是圣经唯一的记载 就是神不带他们往东走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会打仗 跟谁打 是跟埃及的正规军打仗 因为沿路都是埃及的驻兵处 我们在上月分享 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 可以拿兵器的有六十万人 也就是说有六十万军队了 然后加起来总人口超过两百万人 当时的埃及有多少人口呢 当时的埃及也只有三百万人口 加起来是五百万人 其中有两百万人 等于是埃及的什么 非庸 等于是埃及的应庸 这些人专门是做苦力的工作 那么你想想看 当以色列人走了以后 所有的苦力没有人在做了 埃及人难道不会后悔吗 所以为什么他们走了没多久 法老就派兵要追他们 要把他们再追回去 第二天就没有人做工了 往东走沿路都是埃及的驻兵处 以色列人虽然拿兵器有六十万人 但是以色列人不是正规军 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 打不过埃及的正规军 所以神是怕以色列百姓碰到战争以后 不敢打仗又回去了 所以带他们往南走 好 这是正式的记载 当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真正的原因在民数记的十四章的记载 我们才可以看到 在十四章里面讲到怎么样 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早就变了 430年当中以色列人住在那边 早就融入了埃及的多神的信仰 虽然以色列人是住在戈山地 但戈山地并不是唯一只有以色列人居住 还是有埃及其他人居住的 对不对 就像现在你看 我们这个是星期四 星期五是中元节是不是 还是星期四是中元节 那么满城的都是乌烟瘴气 这个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不是就像埃及的信仰一样 慢慢慢慢也融入也开始过中元节一样呢 我们那栋大楼 那么一共有二十八成 每一层呢 每一层大概都有四 最少四家 但是大的话可能只有两家公司 然后是两栋 所以加价等于是五十六层一样 你乘以四两百多家公司 从早上九点开始 轮流排队 中元节哦 线上贡品 你不知道人以为这边今天是在演 是在什么 好像看电影一样 这个买电影票 比买电影票人还多 到了中午都排了满满的人 为什么 大家都融入了中元节了 那么当然我们公司是 是从来我也不准 公司同事拿任何的祭品 这个我都不准 那么极少数的公司 像我们公司一样 我们是不会有任何的祭拜的 这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融入了信仰了 四百三十年过去 以色列人早已从单一的敬拜神 变成了埃及的多神的敬拜 他们变成了什么 他们敬拜了鬼神 所以在生活中的习惯 早已融入了埃及人的生活方式 对神早就疏远了 神只是他们以往 他们的祖先敬拜了一个神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神要带他们进旷野的真正的原因 我们从后面来分享 旷野是什么 我曾经分享过 根据我们大吃点 旷野是一片生长的不同种类 低矮植物的平地 终生代食 旷野中可能漫生的绝类植物 而不是杂草 我们看上面 以色列的旷野 就像这个样子 这些草都不能用的 可以说是一个不毛之地 那旷野在圣经的意义是什么 旷野代表人的尽头 神的起头 神要我们进旷野 怎么样 让一切归零 所以归零的旷野 才是人的尽头 神的起头 神要让这些 已经有了四百三十年 融入埃及文化的 以色列人 他的选民 再一次进入旷野 让他们在旷野 重新做一次人生的洗涤 然后重新有一次纯的信仰 那么这就是我们决志以后 受洗之前 我们要去上之前的一些课程一样 当我们决定决志的时候 我们离开了我们现有的世界 我们要过一个属灵世界的生活 我们要从头开始 这叫做归零的旷野 所以一切归零 我们让神起头 所以旷野的空旷 跟寂静的环境 让一切都归零 远离的世俗 远离的诱惑 远离的打扰 神要教导他的百姓 退到旷野 从零开始 重新得力 学习属灵的生活 然后才能够再进入迦南美地 这才是神的苦心 让以色列两百多万人 先进到旷野 然后再到迦南地 但是最后是 以色列民选择了背叛 进入旷野以后 以色列人态度转变 按照圣经的记载 有七次的埋怨 有十次的试探 所以旷野中 我们看左边这个图 旷野中的四十年代 是福还是祸 旷野迷航 是从以色列人 对神的态度转变开始 因此从红外到旷野 短短三个月的路程 走了四十年 我们看圣经怎么记载 出来其记的十六章的 第六节 第七节跟第十二节 摘要下来 摩西说 耶和华听见你们 向他发的怨言 我已经听见 以色列的怨言 当神带领 以色列人 过了红海以后 就进到了旷野 进到旷野以后 他们要水喝 他们发现那地方水好苦 所以他那个地方叫什么 叫玛拉 玛拉就开始埋怨 出来几句十五章 二十三节说 因为水苦 百姓就向摩西 发怨言 好 最后 摩西跟神 祷告以后 这个水改善了 我们再往下看 以灵的埋怨 出来其记十六章 二到三节 为什么 他们要吃肉 以色列全会中在旷野 向摩西 亚伦发怨言 说什么 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 吃得饱足 你们将我领出来 到这旷野 是要叫全会中 饿死 你们看 你们看以色列人 他们完全忘了神的带领 他们完全忘了神跟他们施行的神迹 他们想吃肉了 那么结果呢 摩西只好跟神祷告 神就发动了那个安蠢 每天的黄昏左右 安蠢会飞过来 他们就可以抓了安蠢来吃 但是呢 不可以留存 到第二天呢 就会坏掉 然后 这叫做以灵的埋怨 接着我们看呢 第三个 立非定的埋怨 为什么又没水了 百姓在那儿甚渴 要喝水 就像摩西发怨言 我们再往下看 又发怨言 为什么摩西派了几个探子 要去探一下 迦南地那边的状况 他们去了以后 十二个探子去了 回来 都说那边的人民高大 哎呀 我们打不过 只有两个探子 一个叫约苏亚 一个叫迦勒 对神非常有信心 所以呢 窥探迦南地以后呢 这些 这些以色列人又抱怨了 说哎呀 神呢 带我们去了 带我们出来 难道是要我们 被打死吗 又发了怨言 这第四次的怨言 我们再看 旷野的埋怨的 第五次怨言 叫加蒂斯的怨言 我们看左边 是有泉水流出来了 从石缝里面 从大石头里面流出来 然后他被拉的怨言 为什么他们又想要吃肉了 因为为什么 那时候他们已经 走到别的旷野去了 再来 然后又 又违反了神的命令 为什么 他们忘了 只要 神不会让他们渴死 所以他们又跟摩西满月 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 违背了我的命令 没有在寻的旷野 加蒂斯 米利巴水 就是涌泉之境 回涌泉之境 忠我为圣 得罪了我 因为在那个地方 摩西 没有按照神的指示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最后摩西 没有办法 神不准他进迦南地 最后一个埋怨是什么 西乃三下的埋怨 出来几句三十二章一到八节 我们摘要的 百姓见摩西 此言不下山 就带他聚集 亚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 起来为我们做神像 我们看左边 西乃三下 造金流 七个埋怨 其实我们不也是 常常埋怨神吗 一样的道理 好像神应该照顾我们 让我们毫无怨言 是不是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曾经也分享过 整个世界 是在撒旦所掌控的 所以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要活出 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生活中的基督徒 如果一天到埋怨 那我们跟一般的老百姓 有什么两样 所以他们有七次的埋怨 神都回应了他们 还没完 还有十次的试探 过红矮是试探神 那个时候他们说 哇 要我们淹死在那边 就神在那边过了红矮 马拉我们刚刚讲了 除了埋怨 就是水的问题 那么在 在训折旷野 他们也 他们希望有肉吃 又 结果呢 没有粮 又让他们存 不准存马拉 一存马拉 第二天就坏掉了 要换马拉 利非一定是水 吸奶山下 造鸡牛肚 他被拉 也是为了 为了这个 这个偶像的问题 打起来 还有 贪欲的 都是水 加地湿 这十次的埋怨 所以神跟摩西 讲了这句话 这些人 虽看见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 与旷野所行的神迹 仍然试探我 这十次 不听从我的话 我们现在看这个 好像觉得这些人 是忘恩负义 他们饿了 神给他们马拉吃 他们想吃肉 神派安存鸟过来 安存鸟现在 一直到现在 这旷野还有 我曾经看过 在那个山洞里面 还有安存鸟 竹的那个槽 一样 到现在都还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 在这边右边 这个图 是十次的试探 那么 他们只要一过了 就忘了 一过了就忘了 然后一碰了一点的心 就开始埋怨神 就开始试探神 所以神来说 这些人 虽看见我的荣耀 还要试探我 不听从我的话 这是他们在 旷野 怎么样 过了四十年 这是印着景象的百姓 所以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看这百姓 真的印着景象的百姓 就是印紧了 对不对 他们再怎么样 他们还是要试探神 你且由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猎路 将他们灭绝 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 他的神说 耶和华 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 发猎路呢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人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所以他们立金流土 摩西就带求 摩西这个领航员 既然被神捡捡 他就 摩西就带求 跟神说 神啊 求你能够 原谅你的百姓 这些都是应景的百姓 我们 太多的人 好像觉知很容易 但是受洗很难 我相信我每个人的周围 都有不少这样的 包括我的朋友 都已经几十岁的人了 对不对 这个都已经 两只脚都已经在土里面了 到现在怎么样 还是硬紧 你跟他谈受洗事情 他就硬得紧 问了一大堆 有跟没有的问题 这个我们叫做 对神的信心的征战 其实 旷野就是在磨练 如果我们要寻求永生的生活 我们一定要忘记背后的世界 迷航的代价是什么 耶稣亚纪五章六节这么记载 以色列在旷野走了四十年 等到国民 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 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 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 向他们列出启示 应许赐给我们的地 就是牛奶与蜜之地 民族纪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 从二十岁以外 向我发怨言的 必不得进那地 这边让我们终于看到了 为什么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 最后却买骨在旷野 而且四十年 什么意思呢 当初出旷野的婴儿 都没有进到迦南地区 当初在旷野 在离开埃及的时候 可能还在他的妈妈的墙包里面 这些人走了四十年 最后他们对神没有信息 所以神的拯救 是拯救了他们下一代 我们回头看 约书亚跟迦勒 当初出来的时候 还没出生耶 他们是在旷野出生的 所以当他们进埃及的时候呢 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 他们那个时候还不到四十岁 所以四十岁以上的 没有一个禁区 神的拯救是一直不断的进行 当这一批人没有了 神说我还有我的渔民 所以他们有第二代起来 第二代进了迦南地 所以真的是不胜唏嘘 进迦南地的只有 约书亚跟迦勒 我常说这两个人就是你跟我 只有你跟我进了 为什么 如果只有你和我 对神有信心 其他人没有进去 好可惜的一件事 我们看这个图 我们真的觉得 不胜唏嘘 南塞在左上角这边 这边这条线一直过去 就到了加萨 加萨就是我们讲的加萨走廊 就是菲利斯人这块地 从南塞到加萨 这条路你沿着地中海这条路走 三个月一定到 因为他们两百多万人 每天不能走 不能走太远 劳若妇孺都有 但是我们看真正的图 是从南塞往苏戈 往伊坦 往马拉经过什么 经过苏尔旷野 经过伊坦旷野 经过巴兰旷野 每到一个旷野 他们待很久 到了旭的旷野 然后来到西奈旷野 一直到旬的旷野 所以他们从北一直往东南走 往东南走 然后再上去 上去以后再旬的这条路线 绕个弯走到南地 又绕回来 然后一直再走到尼泊山这边 然后再过到了吉甲 过约旦河 到了吉甲这边 进了耶利哥 才算进去 这样子呢 是四十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了这个图 好像是在看一部 他的电影 他的故事 我们叫历史 但是何尝不是 我们这一生呢 我们这一生 我们可以常常说 哎呀 我好早就受洗了 是吗 你是真正是 按照神的旨意 在过生活吗 我们真正有 每天有过属灵的生活吗 我们每天都有读经 每天都有祷告吗 我相信 不多 那么应景 应景不是只有他们 现在以色列人 真正 我们不要说 基督教或天主教好了 以色列人真的相信 犹太教的 三分之一都不到 以色列人 只有三百多万人 如果我记得没错了 信犹太教的 大概一百万人都不到 非常的少 那么为什么呢 应景 应的景象 所以为什么保罗说 福音要传到外邦去 保罗为什么要有 三次的福音步道 就是把这个福音 传到外邦去 不再是属于 犹太人的专利 不是啦 最后我们看到的悲剧 就是领航员的牺牲 摩西最后讲了这句话 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 求你容我过去 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 就是那加美的三地 和黎巴嫩 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 向我发怒 不应允我 对我说罢了 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这也预表着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 担当 定在十字架上 摩西 摩西也为了 以色列的百姓 最后没有进去 所以神说 你且上 护士加山顶去 进到加南地 这确实让人家唏嘘不已 是不是 你还要牺牺牲 还一个人 顶着所有 所有以色列人的罪 就像主耶稣为我们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一样的 旷野的操练 其实是为了胜过世界 摩西旷野四十年 是为了要带领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所以旷野操练了四十年 大卫在旷野十六年 是为了要建国 带领以色列人 站稳加南的脚步 甚至我们追逐基督 在旷野也是四十天 为了要打赢 撒旦的试探 我们看左边三个图 摩西旷野四十年 背后是什么 就是为了要训练他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先把他自己的人生目标归零 由神来带领 大卫的旷野 那么扫罗天天在抓大卫 但是神却不把大卫 交在他的手里 让大卫磨练成为一国之君 带领建国带领以色列人 站稳在加南 他打败了四维的邻邦 所以旷野的操练 不单是摩西的操练 大卫的操练 甚至我们绝对基督操练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在受洗之前 我们必有一次 不要你真正进入旷野 而让你的人生 先归零一次 让你开始能够过 属灵的生活 如果没有属灵的生活 那你干嘛要受洗 干嘛要相信神 你还是回到原来的世界去 这就是旷野操练的目的 为了要胜过世界 我们为什么要胜过世界 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世界是预表的撒旦 因为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 寻找凡能吞吃的人 然后整个的地球 整个的世界 现在是在撒旦的掌控之下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胜过世界 因为我们要过的是 神生的 我们等于是有了 属神的儿子的身份 所以胜过世界是谁 不就是那信耶稣 是神儿子的吗 所以主耶稣基督胜了世界 就预表我们只要是属神的人 我们必须要从旷野那边归零开始 开始过属灵的生活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胜过世界 我们住在世界 却又不属世界 这个好绕口啊 是不是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子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不如说我们信了神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隐居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看很多的那些 所谓自己修炼的人 跑到深山里面去修炼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每天还是要过着世界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属灵里面 却是怎么样 确实有过我们属灵的生活 你说这样会不会搞成什么进城分裂 哎呦 什么属灵的时候 不是的 所以我们才说生活中的基督徒 必须有基督徒的生活 这是一个我们真正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到底在过什么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会旷野迷航 我们可能一直都在迷航 你我都不知道 我们只有礼拜天才来教会 平常呢 平常你是迷航的 这不是神要我们过的 是不是 神要我们过 在住在世界 却不处于世界的 我们的灵 是属神的 我们虽然每天要上班 每天要接触世人 但是我们的灵 我们常常说 哎呦 我做这件事情良心不安 我做那件事情良心不安 弟兄姐妹 这良心不安 就是我们的灵 在我们里面 告诉我们 不要做这个事 不要做那个事 这就是我们的灵 在我们里面 每天早上 一个小祷告 你一天都有神的保守 祷告很简单 一个祷告 神啊 求你与我同在 神啊 我与你同行 求你就与我同在 弟兄姐妹 这就是每天早上 一个很小的祷告 你的灵就醒了 你的灵跟神呢 就接上线了 这就是我们住在世界 却不属于世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让我们在旷野民航当中 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历史故事 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历史记载 看到的也是我们自己 属灵的生活 也是在迷航当中 祝阿你的灵 与我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让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们只说 祝阿 让我今天与你同行 你与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 住在世界 却不属于世界 我今天也会